中国古代造船的第二大成果 就是造船技术的成为突破 中国古代的造船技术 领先世界至少在千年以上 在这个过程中 创造了大量的技术成果 这些成果可以说数不胜数 在这里我就选择一种 非常具有典型意义的 十分重要的技术成果 加以介绍 这项成果就是我们在节目一开头 提到的水密隔舱技术 所谓水密隔舱技术 就是把舟船的整个一个船舱 用隔断隔冲若干个 相互密闭的船舱的一种技术 那么这种技术是如何发明出来的呢 这就要追溯到我国的近代 东晋时期龙安三年 也就是公元399年 爆发了一次大规模的农民起义 它的领导人是孙恩和卢巡 开始是孙恩 后来是卢巡 起义发生以后 孙恩和卢巡率领着数十万起义大军 转战在中国的东南沿海 在斗争的过程中 建立了一支庞大的水师队伍 那么这支水师 人员是数万人 战船打几千艘 在作战中 卢巡经常会 把精力用在造船上 创造出一些新的船型来 当时他们转战的区域 是东南沿海 在这些地方 大量地生长着竹子 所以在作战过程中 习军与竹子的接触 是非常频繁的 有的时候 用竹子来盖房子 有的时候用它来坐船 还有的时候用于生活 比如说用它来煮饭 烧饭 盛水等等 据说有一次 卢巡 抛开竹子的时候 他突然眼前一亮 实际上他对竹竿的结构 非常熟悉 这个时候呢 他突然把竹竿的结构 与造船联系起来 他就想 如果我们的造船 把一个船舱 用隔断 像竹竭一样 隔成若干个空间的话 当一个空间进水 其他的空间 完好无损 船不就可以不沉没了吗 他说好 就这样试一试 这一试 就成功了 那么我们说 中国的水迷隔汤技术 是何时传到西方的呢 大约是在十八世纪 水迷隔汤技术 都有哪些优势呢 哪些优点呢 我们给他概括一下 一共有三个优点 第一点 是增加了船舶的抗沉性 当一个船舱进水的时候 由于它与其他的船舱 是相互隔离的 彼此密闭的 整个船不会立实地沉没 所以就增加了船的抗沉性 第二大优点 是增加了船的坚固性 水迷隔舱中间的隔段呢 它是横向的 它起到了横向支撑梁的作用 使得整个的船体 变得比以前更加坚固 第三大优点 它使船上的围杆 受力得更加牢固 在水迷隔舱技术出现之前 船上的围杆 是怎么竖起来的呢 船上的围杆 要通到船舱底下 要在船舱里边 专门设置一个非常坚固的底座 否则的话 这个围杆不牢固 围杆不牢固 你就无法冲起这个帆来 那么有了水迷隔舱技术之后 船的围杆就可以直接 设置到船舱的隔断上 比以前的基座要牢固的多 所以水迷隔舱技术 在发明出来之后 得到了迅速而广泛的应用 比如在1973年6月份 在江苏的如稿县 出土了一艘唐代的古船 这艘船上就有9个水迷隔舱 在1974年的夏天 福建的泉州 也出土了一艘宋代古船 这艘船上 竟有13个水迷隔舱 这就说明在唐宋时期 水迷隔舱技术非常普遍 这是我们讲的 中国古代造船的第二大成果